2021年英非隆藤新年新春音乐会及全球杰出华人颁奖盛典 将于2021年2月14日隆重登场 这次大型线上音乐会由美国英龙传媒有限公司 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主办 中国广播艺术团联合主办 美国洛杉矶郡政府协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支持指导 受疫情影响 2021年英非隆藤新年新春音乐会及全球杰出华人颁奖盛典新闻发布会 于洛杉矶时间2月4日在线上举行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 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总裁孙远涛 美国英龙传媒总经理苏林淑婷 共同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总裁 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创会会长李英 梅拉诺执行总监乌苏菲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绕颖帆 圣盖博士副市长廖清禾 何陶市市议员吴立伦 演出单位代表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创始人 杨洋曲美林 活动的音乐总监苏眷杰 荣誉知识单位纽约人寿副总裁张峰 南加州HARS代表等出席了线上新闻发布会 主办方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 美国城市广播电视台总裁苏远涛表示 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 是英龙传媒在每年新年期间举办的年度新年音乐会 今年仍将在英龙传媒旗下的美国城市电视台 美国城市新闻网 城市新闻网等多平台播出 为鼓励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中 积极付出行动 奉献爱心 共同抗疫的杰出华人 音乐会期间也将播出 由在美拥有25年历史 1700的美国知名新闻类杂志 城市杂志 联手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的 全球杰出华人盛典 以表彰全球华人 在逆境中顽强求生 在困难中彼此相助的精神 2021英飞龙腾新年新春音乐会 特邀中国广播艺术团 美国中华国乐团 上海爱乐乐团 上海民族乐团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等单位联合演出 是今年新春佳节期间不容错过的 一场大型线上音乐艺术视听盛宴 华夏电台记者洛杉矢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洛杉矢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洛杉矢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洛杉矢采访报道